雙湯你覺得反戶投資者是否暫時都不應該考慮呢? 同意 是的 其實就 你覺得是他的行業前景 還是最大的overhang 都是華府對他的制裁方面呢? 或者這樣說 其實正如剛才Wendy你也說 他這麼快出得回來也有點意外 因為原本坦白說 見到說當美國華府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列他為軍工企業 其實我馬上想到的 是早前有一間 曾經嘗試上市失敗的就是礦市 其實是很相似的 基本上他們兩間 有幾間公司礦市 在說雙湯 還有在A股的Hair Vision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類型的東西 也都這麼說的 暫時相當 如果能夠在香港成功上市 就是這一類公司 能夠在香港上市 而沒有被挑戰的首例 所以之後就說 我看完後都覺得 都挺驚訝的 的確是挺新鮮的 但是新鮮歸新鮮 一般投資者 我覺得就不觀望一下 因為我想他暫時能夠成功上市 他背後都是靠很多中資去支持 去保持住 我覺得上市已經完成了他們很大的目標 之後就再看 都不知道的 可能做得很好 是的 年底前上市 都是他們今年很大的 achievement 是的 謝謝大家